經過去年的白紙運動還有四通橋勇士 當然我們會希望更多的中國人勇敢站出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是 我們不要一直去嘲笑 中國人你怎麼不敢站出來 你怎麼不敢站起來 當我們今天有人拿著槍抵著我們頭的時候 我們真的敢站出來嗎 我們今天很榮幸把台灣走向民主化 我們今天很榮幸有這樣的一個社會 那我們就應該保護好我們的國家 不要讓我們的國家被這樣中共的國家再去侵略 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灣站在亞洲來說是一個 包括對同性議題 包括對民主自由 是相對來說比較進步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有這個義務去幫助中國 幫助中國民主化 當然這個很難 但幫助中國民主化也是緩解台灣的這個危機 對 幫助台灣安全 中共瓦解台灣才會安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八九 今天是6月5號啊 真的是6月5號 不是5月36號 昨天是我們亞洲地區啊 台灣 日本 韓國等地在悼念六四對吧 那今天換美國 英法 歐洲等國在悼念 那這場活動想想就覺得中共真的很可悲耶 全世界都可以哀悼紀念 唯獨事發地的中國不能 還常常說什麼 台灣人要回家看看 勿忘祖國母親 結果你自己連這個事都不敢提 你都忘了 最可笑的是什麼 我看到有小粉紅自媒體 繼續在Youtube上面幫黨幫中共洗地 痛罵六四暴徒 沒關係就順你的邏輯 但你們不敢把這套邏輯 在B站上 在抖音上 在微博上講 你在Youtube上講什麼 就直接全部都照本宣科 一字不落的搬去微博上 你不敢 你就在微博上說中共對啊 痛罵六四暴徒啊 這些人就真的是壞啊 對吧 他們知道在中國的平台 聯邦黨洗地都不能 之前是不是分享過一個語音 是一個退伍老兵 他投訴的電話錄音 他指出為什麼 當年他們參加過八九 鎮壓的老兵啊 武警啊 都沒有退伍軍人應該有的待遇 難道當年我們保衛黨 就不是戰爭嗎 搞的退伍老兵專線的客服 一頭霧水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八九六四嘛 那說到這裡就很奇怪了 這些小粉不是很愛幫黨洗地八九六四嗎 你們怎麼不去幫這位退伍老兵維權呢 你們不是支持這個鎮壓的行為 你們覺得這個行為都是對的 你們應該要去聲援這個退伍老兵 拿到他應該有的待遇對吧 但說到這個點上你們又不敢了 你們就是純粹為了掐那個 愛國爛流量 你們就是打從心底的壞 那在講接下來的事情之前啊 我想先分享一個 昨天沒有剪輯進去的片段 那這個片段是我問這個香港人 你怎麼看當年啊 像這個成龍啊 梅艷芳啊 曾志偉啊 等等等等 香港藝人 當年都有站出來 支持這個民運 挺八九六四 那為什麼現在的他們不是這樣子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們就是只能就是很現實的說 隨著時間可以看清楚一個人的本質嘛 那當然覺得如果當下的時候 他們會抱持這樣 那到底是因為他的經濟人 要跟他這樣子做哦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社會上面的需求 那可是我是覺得其實在經過可能 經過三十幾年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一些香港女人 還是會繼續去說 當然就是不只是六四 我們是可以通過其他 比如說 烏鵝戰爭啊 或者是香港人還是用軍隊運動一遍 他們還是去神院的話 我們就知道 他們是真正的支持男生家之光的 那昨天第一次去參加這個活動啊 到了晚會的現場啊 滿感動的很想哭 但強忍住淚水 因為我還要工作拍攝 但心中早已波爛萬千 會哭不是因為我認為 他們是我的同胞 我們是同一個國家的人 更多的是出自於 因為我們都是人 我們是人類 我們有人性 結果回頭一看 我員工已經 哗啦哗啦哗啦的 淚流滿地了 我當初還想說 是雨嗎 因為昨天雨很大 雨水淚水 到底是哪個 哦 眼睛紅紅的淚水啦 事後他也說了 除了同情當年中國人民的遭遇之外 還有現在香港人的遭遇 更多的是 為什麼台灣人也要被這樣的中共威脅 為什麼我們一生出來 就要承擔這些共業 為什麼我們有這個義務跟必要去承擔 不是我們的歷史工業 是國共內戰傳承下來的工業 我們身為一個台灣人 為什麼我們要去承擔 我們還要比其他國家的人更費心去做這件事情 而很多國家他們不用費心去討論 我們要守護我們的民族 我們要建立我們的國家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國家 因為他們早就在三五十年前 甚至幾百年前 他們的祖先已經完成了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現在可以更好的討論內政跟民生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有時候事情 不用想著一步登天啦 人家歐美國家也沒有一步登天 人家在幾百年前已經做了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我們現在台灣人享有他們現在的這些成果 雖然說這句話很無奈 但都是大實話 這也是我們頻道一直以來想要做的事 像是19年我到了捷克布拉格的瓦斯拉夫廣場 也是看到了當年為了抵抗蘇聯坦克入侵的紀念碑 這邊有個紀念碑 然後那邊也有點蠟燭 這個就是布拉格之村 還有參觀捷克當地的共產主義博物館啊 裡面就是描述當年共產主義是怎麼荼毒捷克的歷史啊 那匈牙利的恐怖之物我也有趣 裡面是在反思當年匈牙利被納粹統治之後 接著馬上又被蘇聯統治 當年的匈牙利政府還幫助蘇聯來S自家國民 可悲的就是這個恐怖之物外面有一個筆記本 旅客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寫在上面 我翻了幾頁就看到有小粉紅寫什麼啊 支持中國共產黨祖國萬歲打倒香港暴徒 因為當時正逢2019年嘛 什麼統一台灣啊武統台灣啊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首先這個恐怖之物是要門票的 還不便宜 那麼多小粉紅花了這個門票進去 看了什麼 你們知道嗎 這是反極權的紀念博物館 裡面充滿著滿滿當年匈牙利人民的苦難 被共產主義X的影片 那些影片就真的是很殘忍喔 結果小粉紅還是把奴役他人 戰爭當作遊戲 結果你們自己是被奴役的人 卻還想奴役別人 自以為自己是在後方指揮的趙家人 其實你根本不是 而在6月4號這一天啊 因為在維多利亞公園悼念六四的台大學生 劉加儀他被鋼警抓了 今天已經被保釋了 他為什麼被抓呢 就是因為他做了這樣的行為 請問他漸漸點站在那邊 穿著這個八九六四的衣服 拿著玫瑰花犯了什麼法 是恐怖分子嗎 這在正常人國家來說 這是可以判什麼刑嗎 過去我們台灣也經歷過這樣悲哀的年代 而香港正在被盛上開倒車回到過去 還有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香港有一輛車牌名為 UX8964的寶石姐跑車 已經連續兩年 在6月4號這一天被鋼警找麻煩 今年更是直接被拖掉 給出了理由是 喔你疑似這個改裝車 拿拿拿不符合規矩 所以我要把你抓 真的是蠻笑死的 反正先扣押 等6月4號過號6月5號 6月6號之後 我再跟你說 對不起我們判斷錯誤了 你可以回去了 除此之外還逮捕了二三十幾個 去悼念六四的香港人 其中有一位香港藝術家 陳士生啊 他在路上讓大家勿忘六四 結果被十幾個鋼警押走 還有一些劇團的人啊 拿著自己寫的 5月35號劇本宣傳 也被押走了 這個就是李家綺悖論 我上面就寫5月35號 你逮捕我什麼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嗎 你就在說那個 那可能 就是那個 我不能說 但是我們都知道 你想要說什麼 所以我們必須把你帶走 但這個就是李家綺悖論 我覺得還蠻暖心的是 像是有一個中國網友 他昨天在天安門的 東地鐵站過了安檢之後 把這個鮮花那些啊 放在這個天安門的東站地鐵 去悼念 這些這些我都覺得還好 最可悲的還是香港 你說在中國境內被押走就算了 對吧 但香港都紀念六四多久了 之前還有六四紀念館 雖然已經被關了 這些香港警察 真的是比中國公安還糟糕百倍 一些中國基層的公安 他們甚至連六四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安檢過了 但你們絕對知道六四是什麼 哪怕是剛入職的菜鳥遠景 因為曾經六四在香港 是公開允許被討論的 昨天還聽到一些香港人 跑過來跟我說 現在在香港我經驗都不敢了 很絕望 你知道嗎 那個眼神有恐懼有絕望 甚至還有一個港人 跑過來說 他特地來台灣就是參加這場六四 聽了覺得很心寒耶 不過沒關係 有很多海外志同到回的朋友 在幫助你們發聲 像是六四當天的凌晨啊 德國大使館就率先發了微博 悼念六四 不過馬上被黨刪了 英國大使館也轉發了 1989年6月4號 戒嚴令之前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發出的報紙 當時的人民日報也有這個 暴內鬥爭吼 有一派是支持黨的 有一派是支持人民的 所以當時一度出現四五十天的 人民日報的版面是幫人民講話的 不過英國大使館這篇文章也被刪了 所以這是中共你在刪除自己的發言嘛 波蘭大使館也發了一個 關於他們1989年的政治轉型事件 結果也被完全刪文了 裡面都沒有提到中國的六四哦 所以現在是連波蘭人都不能討論 或是分享自己89年的政治事件 給中國人的事吧 加拿大官方也發了微博說什麼 我們會記住這天的 民主自由人權被刪了 自由民主人權平等什麼 這也是你們中國共產黨在喊的 瑞典大使館也發文了 拿了一個他們瑞典 1931年發生的軍警民衝突的事件 來紀念這件事情 並且表示我們的政府錯了 要大家勿忘歷史 避免再犯一樣的錯 荷蘭大使館也發文展示 一台被破壞的坦克 象徵著民主的脆弱 以及我們更應該保護民主 歐盟在中國也發了一個吶喊的圖片 更暖心的是什麼 駐中國的美國大使館 也在6月4號當天 於窗戶上布滿了蠟燭來悼念 結果大使館外一堆中國警察 在驅離人民以及驅離記者 請勿逗留 我以為你們很牛逼耶 我以為你們會直接衝進去美國大使館 把他們的蠟燭都默銷耶 結果你們沒有耶 好啦說了這麼多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更關心 自己的家鄉 自己周遭的國際情勢 幫助大家了解 中共的本質 我們不要像我們這樣的國家 讓大家知道 跟中共談任何事情 都是有極高的風險 跟一個流氓打交道 有很大的程度都是 它會違約的 都會被說成是歷史文件 所以請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要好好檢視一下 自己國家的一些政策 或是一些政黨 我相信我們台灣大部分的政黨 都是不希望台灣被中共統治的 但是 你如果一直想跟中共談 跟中共怎麼樣的話 你很容易因活自焚 因為中共從來不信守承諾 你以為你在玩中共 但殊不知被玩的是你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啦 掰